第2651集 这家伙怎么会成长到这样的地步 他明明还比我弱一个境界 这可不是天神境 更不是圣祖境 他怎么能做到越阶而战 名阳龙尊心中亥然 眼中的杀意越发浓郁 他下定决心 必须要抹杀血龙 不然的话 等到血龙成长起来 他将永远被血龙压在身下不得翻身 猖狂的杂龙 明年今日就是你的忌日 名阳龙尊杀意爆发 浩荡灵气与龙气席卷而出 加持在龙区之上 力量陡增 下一刻直接冲着血龙暴杀而来 见状 血龙战意滔天而起 同样毫不畏惧地冲向名阳龙尊 阳光映照下 血光璀璨的龙区 爆发出毁天灭地的可怕伪力 与明阳龙尊悍然碰撞在一起 这一刻 血龙与明阳龙尊 没有动用任何神通术法 只是单纯的肉身碰撞 便让天穷变色 整个龙之骨 都在他们的战斗之下 阵缠不休 甚至有不少实力低微的龙族 更是被这战斗波及 纷纷昏迷倒地 血龙一招不慎 直接被明阳龙尊一爪拍中 陡然向着高山杂落而去 将这浩荡山峰都撞得轰然倒塌 而在血龙倒飞而出的时刻 血龙的龙尾也悍然一甩 直接扫中明阳龙尊 明阳龙尊也是如遭雷击 倒飞而出 直接撞入下方的深潭之中 一时间深潭碎裂 好等潭水冲天而起 砸落四方 你该死 明阳龙尊从深潭中飞起 目光羞怒 他没想到 血龙能和他碰撞到这一步 这样的血龙绝对不能留 这一刻 明阳龙尊不打算又丝毫留守 幽黑的龙铃 绽放出森然寒芒 下一刻竟然一片片树立而起 随即脱离龙区 向着血龙暴射而出 这一片片幽黑龙铃迎风遍掌 转眼之间 化作一道道撕裂天地的森然长刀 向着血龙悍然斩下 天忧寒刀 震杀一切 恐怖长刀仿佛要将诸天都斩成一个个碎片 要将环宇都切割撕裂 可怕到了极致 面对着天忧喊道 血龙目光微沉 下一刻异爪拍出 龙危天狱 血龙心中怒吓 龙爪之中有浩荡龙危席卷 一片天狱监牢凝聚而出 迎上无穷森寒长刀 龙危天狱将无穷长刀射入其中 可怕的镇压之力将长刀全都碾碎 化作精纯力量被血龙炼化 这一刻 血龙势不可挡 目光森然 一爪将无穷长刀全都泯灭 紧接着力量不减 直指拍向明阳龙孙 找死 明阳龙孙见状勃然大怒 眼中忧寒光芒闪动 下一刻一道漆黑至极的森然神芒洞穿而出 天杀有寒光 明阳龙尊怒吼连连 神芒射向血龙的龙爪 这一刻龙危天狱 竟然都不能镇压着神芒 直接轰然破碎 神芒紧接着洞穿血龙的龙爪 这才消散 龙爪洞穿 星红的血液从天穷之上躺下 血龙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随即眼神变得异常凶猛 他想要将自己力量证明给夜晨看 希望夜晨看到自己碾压明阳龙尊 可不是被明阳龙尊所伤 我要让你付出代价 此刻 血龙气势爆发 看着明阳龙尊杀意爆发 璀璨的血红龙鳞绽放无尽光辉 仿佛化身掌控血液的至尊龙神一般 无敌龙危席卷四方 沧海 血龙心中怒吓 浩荡灵气与龙气席卷 头顶双脚之间 沧桑浩瀚的规则涌现 全名法则流转 无形之中的诡异波动 一散开来 一道道符文在半空之中显现 不断凝聚 在双脚之间化作一道半透明的寒芒 陡然向着明阳龙尊爆射而出 看到这道半透明的寒芒 明阳龙尊浑身龙鳞都陡然竖起 竟然感到一股致命危机笼罩而来 仿佛无边地狱席卷 要将它射入其中 永世镇压 这一道寒芒 竟然能够威胁到明阳龙尊的生命 这让明阳龙尊目露惊骇之色 也彻底下定决心 不惜一切代价斩杀血龙 该死的杂龙 如果没有你 我早就一同龙之骨 现如今还和我猖狂 我要你必死无疑 明阳龙尊内心怒吼 龙躯内部 磅礴跳动的巨大龙族心脏之中 一颗漆黑的 如同果子般的灵珠 绽放出黑色光芒 这灵珠之上 还布满了神异的符文 充斥着无尽的浩瀚伪力 这是明阳龙尊 从帝渊殿手中 索要来的底牌 幽冥邪珠 这是帝渊殿 交给明阳龙尊的底牌 充斥着幽冥之地 幽邪伪力的智邪宝物 此刻明阳龙尊 炼化着幽冥邪珠 龙躯之内 顿时充斥着浩荡的幽冥邪力 与此同时 明阳龙尊 有黑的龙鳞之上 甚至都浮现 一轮轮诡异的幽冥印记 这些符文 甚至还如同蝌蚪一般游动着 邪恶至极的幽冥邪气 从明阳龙尊身上 不断地溢散而出 他漆黑深邃的龙瞳 都浮现一抹诡异邪芒 龙危席卷四方 境界已然达到了 乾坤境九层天 这一切都是你逼我的 明阳龙尊死死地瞪着血龙 毁天灭地般的可怕气势 震慑整个龙之骨 让所有龙族都精具万分地 闭上了嘴巴 明阳龙尊动用幽冥邪蛛 竟然能够大幅提升实力 爆发出如此可怕的气势与力量 此刻血龙就如同 惊涛骇浪中的一条小船 在明阳龙尊面前仿佛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你动用了什么东西 面对明阳龙尊 血龙却是缓缓眯起了双眼 他很清楚 明阳龙尊动用的东西 一定是来自地渊殿的 因为他察觉到 一股与地渊殿相同的气息 也只有地渊殿 才能拿出幽冥邪蛛这样逆天的质宝 别说寻常势力 就算是将龙之骨翻过来 恐怕也找不出能够让明阳龙尊 短时间提升一个小境界的宝物 而在血龙和明阳龙尊的约定之中 显然是不可以借助其他势力 给予的宝物的 明阳龙尊此刻已经违规了 此时龙之骨内观战的不少人 同样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优越等人面色难看无比 却不敢开口多言 因为明阳龙尊此刻的气势太过可怕 他们担心自己触怒明阳龙尊 直接被斩杀 在强大的力量面前 一切规则 一切约定都可以无视 实力就是龙之骨真正的规矩 而在这时 明阳龙尊听到血龙的话 却是露出了得意且玩味的笑容 我动用了什么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现在要死在我手里 明阳龙尊眼中绽放出惊天杀机 一道幽冥寒芒 陡然从冷漠的龙桶中射出 这幽邪寒芒充斥着诡异的规则 沿途的一切都枯萎 连空间都枯萎凋零 化作无尽的积粪 此刻 血龙眼中也是闪过一抹忌惮 明阳龙尊炼化幽冥协助 实力提升到乾坤镜九层天 力量大增 还掌握了诡异的幽冥法则 给他一种极具威胁的感觉 血同凝结 血龙低贺一声 眼中无数血光涌现 竟然将目光所及的一切都凝固 连时空在这一刻都静止 这血光笼罩幽邪寒芒 顿时让幽邪寒停滞在半空中 只是此刻天穷却震颤起来 片刻之后 虚空陡然炸裂 血光破碎 幽邪寒芒挣脱束缚 直击血龙 幽邪寒芒直接洞穿血龙 坚固无比的龙鳞 可怕的幽邪之力 在血龙身体内肆虐 幽邪法则横冲直撞 所过之处 血龙的筋肉血液都枯萎 只是一道幽邪寒芒 便让血龙受了不小的伤势 此刻连连吐血 鲜血的颜色都是灰败之色 充斥了枯萎腐朽的味道 你注定要死在我手里 此刻看着血龙受窗 明阳龙尊兴奋地大笑起来 地渊殿的宝贝果然不凡 天生契合自己 只可惜这幽冥邪珠是消耗品 如果能够让他彻底 提升到乾坤境九层天 还掌握着幽冥法则 他将纵横欲外 看着明阳龙尊得意无比的样子 血龙内心却是无比冷静 目光深邃地凝望着他 你真的觉得你胜券在握了吗 血龙看着明阳龙尊冷冷开口说道 听到这话 明阳龙尊看着血龙淡然的神色 不知为何心中竟生起了一丝不安 你做地渊殿的走狗 借助地渊殿的宝物提升实力 已经破坏了规矩 同样也是龙之骨的罪人 血龙陡然立鹤道 而我不会违背自己定下的规则 但却不代表我没有提升实力的手段 我要光明正大的拿下你 让你知道什么才叫真正的力量 血龙怒吼的同时 他额头处的云雷地龙珠 却是爆发出灰红的龙之元气 浩荡龙威笼罩整个龙之骨 元气遮天蔽日 在无尽元气之中 云雷地龙珠光芒绽放 而在地龙珠内部 却有一团身红如血 凶器滔天的血色元球 这元球不是什么神异宝物 而是血龙在无尽战斗中 不断积累下来的凶器血珠 在永恒兄弟之中 血龙经历了无数次的生死之战 斩杀了不知多少罪恶深重 凶威滔天的可怕凶兽 每一次斩杀敌人 云雷地龙珠都能够将对方的血气 与凶威吸收 血龙一直在积攒着这份力量 直到今日 明阳龙尊厚颜无耻违背规则 借助地渊殿的幽冥协助提升实力